世界上最离谱的十个比赛作弊操作 有的手法超显眼 却都没人发现 有的连奥运会裁判都能骗过去 每一个都能让你折舍 本期的好奇指南针 就带大家去看看那些让人惊讶的作弊行为 点击订阅 让我们出发吧 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们 几乎是这个世界上最强的的一批人 他们都是自己领域的天之骄子 但也总有人因为能力不足 而想出一些歪点子来强行挤入这个大舞台 在1994年 一位来自美国 名叫托尼亚哈丁的花样滑冰选手 在冬奥会前夕 为了能够顺利代表美国队参加冬运会 竟然叫唆他的前夫 袭击他的对手南希克里根 这次袭击导致南希克里根膝盖粉碎 无法正常参加比赛 因为最强劲的对手退赛 托尼亚哈丁如愿以偿地参加了当年的冬奥会 并获得了奖牌 但这个好风光还没过多久 他那恶劣行为就被发现了 最后托尼亚哈丁被判处了三年缓刑 500小时社区服务 并罚款16万美金 最惨的是 他还被判处了终身禁赛 托尼亚哈丁本人 也因为这样离谱的作弊办法彻底出名 这个故事甚至被派成了电影 老娘叫谭雅相当的讽刺 第九名 松胶游滑球 2014年 在纽约洋机队和波士顿红袜队的一场棒球比赛中 杨纪队的先发投手迈克皮内达被发现了问题 在当时的比赛中 迈克皮内达的脖子上有一片发光的区域 如果没仔细看 你可能还以为 这只是他那有黑的皮肤在反光呢 其实 他在自己的脖子上涂了一种 名为松胶游的东西 松胶游可以提升手指与球皮肩的摩擦力 有助于变化球转速 而且涂抹物也可以让棒球某一侧比较重 以此来改变平衡 能够让球出现更大幅度的变化 因此他也顺理成章地被列为了比赛违禁品 正是这一项 对方的教练要求裁判检查 迈克皮内达的身上 是否真的有涂抹违禁物 在裁判检查后 竟然发现皮内达将松胶游涂满了全身 这个疯狂的行为 把在场的裁判和选手都惊呆了 当然 这场作弊的报应也是来得非常快 迈克皮内达直接被当场禁赛 第八名正常人参加残奥会 在2000年的悉尼残奥会上 有一种全是拥有智力缺陷的运动员 进行的篮球比赛 虽然他们的身体具有一些缺陷 但是依然保持着顽强的体育精神 在智力障碍篮球队总决赛里 西班牙队一举击败了俄罗斯队 顺利赢得了金牌 正当西班牙队庆祝的时候 球队中的一名成员 因为受不了良心的谴责 将一个惊天秘密 告诉了当时采访的媒体 按理来说 这场残奥会的智力障碍篮球赛的参赛球员 都是智商不高于70的人 然而西班牙主力队里的12名球员中 有10名球员的智商高于70 也就是说 这个队伍里几乎都是正常人 他们竟然为了荣誉 伪装成智力残疾的样子 欺负真正的智障人士 为了能通过残奥会的检查 他们甚至集体在医疗证书上造假 来以证明他们有智力障碍 真是为了赢得比赛而不择手段 最令人震惊的是 这个计划的幕后主使者 居然是西班牙智力障碍运动协会的会长 最后 他因欺诈和谎言罪 被判处了5600美元的罚款 同时还要偿还西班牙政府资助 残奥会运动员将近15万美元的津贴 这个操作简直让人摸不着头脑啊 第七名 空调作弊 如果你以为奥运会比赛 只能靠给选手吃药来获取力量 那就大错特错了 在2014年 韩国人穿亚运会的一场羽毛球比赛中 羽毛球的运动轨迹突然变得无法预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有眼间的观众发现 凡是由韩国队出场的比赛现场 羽毛球的轨迹都会变得违反常理 甚至出现了打出去的球 在半空中飞回来的神奇情况 原来 韩国队通过控制球馆内的空调来改变羽毛球的走向 他们利用自己是东道主的优势 在球场两端都装有大功率的空调 这些空调被安装在了运动员的身后 在比赛的时候 他们就通过控制空调来调整出风的大小和方向 因此 韩国选手总是能顺风发球 别的国家的选手就只能发逆风球了 关于其他国家选手的控诉 他们也只是轻飘飘地解释称 是为了响应节能减排的号召 所以才会反复开关空调 这样的回应你信吗 第六名 战术装运 在巴塞隆纳体育俱乐部 与国民竞技队的南美足球自由杯比赛中 巴塞隆纳的门将或许是球胜心切 居然把用脚踢的足球 当成橄榄球来打 只见他一个飞扑 直接把对方的一个无辜球员扑倒在地 在他干出这一可笑的行径后 马上就开始感到后悔了 但是事已至此 被罚红牌是铁板钉钉的事情 于是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 开始躺在地上休息了起来 这依然自得的架势 就像是待在自家卧室一样舒坦 他本想通过装晕来逃避惩罚 可裁判才不会陪他演戏 就在他被抬下场的时候 居然还及时地苏醒了过来 要求继续比赛 结果也是想都不用想 裁判还是给了他一张大大的红牌 发他马上下场 屏幕前的你给他的演技打几分呢 第五名 故意放水 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的一场羽毛球比赛里 采用了一种名为循环赛制的比赛方式 选手们可以用前期的比赛分数 来确定决赛的对手 这可以让一些实力较强的队伍 通过有计划地输掉一些比赛的方式 来减少在决赛中面对强敌的概率 这个奇葩的规则滋生出了史上最无聊的比赛 在当时中国队和韩国队的比赛中 两队选手纷纷发球失误 以及故意触界 双方都希望能快点输掉比赛 这场比赛 对于想要欣赏顶尖技术对决的观众来说 无疑是一种煎熬 更让人难受的是 放水比赛还在继续延续 在印尼队和韩国队的小组比赛中 两边也是臭球不断 让人根本就没有看下去的欲望 由于大家放水放得实在太过分 裁判还不得不两度发出黑牌 警告双方球员要认真进行比赛 国际奥委会和国际羽球总会 在赛后第一时间展开了调查 这四个队伍的选手 因为涉嫌消极比赛 成绩都将被全部取消 真是聪明反背聪明物啊 第四名 游戏换牌 看过游戏王这部动画的人 肯定都明白 在战斗中除了要有超群的 判断力与策略以外 最重要的不外乎是绝对的信念 在现实的游戏王比赛里 其中一名选手趁着洗牌的时候 偷偷地对牌组做了手脚 他首先假装自己 把手牌弄掉在地上 暗中置换了一张 原本在手牌里的卡片 不仅如此 他还把烂卡放到敌人牌组的最上面 在自己的牌组上则摆放好卡 这个拙劣的作弊手法 马上就被网友发现了 一时之间 无数举报送到了主办方的手上 主办单位在证实此消息后 马上就取消了 这个作弊选手的参赛资格 并禁止他参加未来的所有锦标赛 可以说是下场凄惨了 第三名 双胞胎 在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上 一次瞒天过海的作弊 震惊了体育论坛 当时波多黎各的一位 名叫马德林的运动员 在一次跳远比赛中不幸受伤 虽然受伤这件事 在比赛里已经习以为常了 可是马德林接下来 还要代表波多黎各参加团队比赛 为了不拖累团队里的其他人 马德林可谓是绞尽脑汁 到最后 他想到了那个与自己 十分相似的孪生姐妹 马德林请求妹妹代表自己 参加这场比赛 这位孪生姐妹也是不负众望 带领团队一口气 拿下了第二名的好成绩 按理来说 他们的计划 已经到了天衣无缝的地步了 但马德林姐妹的伪装 最终还是逃不过 波多黎各的教练的慧眼 在得知面前的这位马德林 并不是他认识的那位马德林后 当场就羞愧地带着 波多黎各队退出了比赛 第二名 女运动员是男儿慎 如果只让你浅浅看一眼 你能看出来 这两位运动员 究竟是什么性别吗 中国田径女选手 童曾欢与廖孟雪 因为外表过于阳刚 声音听起来非常低沉 过去曾遭质疑 性别是否为男性 虽然过去这两人 曾以长发造型亮相 反驳性别造假疑云 中国官方也站出来维护 检查证明 两位选手的生理性别 确实是女性 仍是遭到许多网友质疑 之后又爆出 二人之所以看似男相 是因为体内的高同指标 却远超其他女性 要知道高同除了 让女性变得更加男性化以外 还会让她们 比一般女性要更加强壮 这对其他选手来说 无疑是不公平的 近期世界田径总会 公布最新世界排名 有网友发现 他两人的400公尺 总排名上消失 性别疑云也再度引发热议 虽然后来被核实 是因为12个月内 至少有5次比赛成绩 才会被纳入世界排名 在中国田径协会 出台了高同标准后 这两位选手 就再也没有出现在赛场上了 没有正面回应性别问题 那大家是怎么认为的呢 第一名 智能刚珠 用科技作弊的新闻屡见不鲜 但接下来 要讲的操作 简直是离谱的妈妈 给离谱开门 离谱到家了 据英国《每日邮报》的报道 在2020年9月的一场 国际象棋比赛中 世界大赛五连贯 拥有连续53场 不败记录的卡尔森 暴冷叔给当节赛事 平分垫底 且只有19岁的小将尼曼 此说尼曼是当前上升最快的棋手 从分数看 已经是顶尖之一 但是介于尼曼曾有作弊记录 这次事发后 网络胜传 尼曼可能使用一种 类似钢珠的小型电脑作弊 以扩约机收缩节奏 传递类似摩斯电信码的信息给电脑 电脑经过计算后 再以高低频震动方式 传递信号给尼曼 协助尼曼赢得比赛 就在大家争论不休之时 在接下来的一场比赛中 卡尔森主动弃权表达抗议 还在推特上 表示自己将退出接下来的比赛 并附上一支影片 标题是 这是我不能说 否则我会有大麻烦 似乎在影射尼曼的作弊传闻 连国际象棋网站都删除了尼曼的资料 对此 尼曼表示愿意脱光光下棋来自郑清白 还认为卡尔森的指控是一种污蔑 这场无端的抹黑 导致他现在不能参加国际象棋的比赛 失去了奖金 代言等直接收入 愤怒的尼曼向卡尔森提起了诉讼 要求卡尔森赔偿他至少不低于一亿美元的赔偿 有吴刚珠作弊还在调查中 但此事的谈论已经闹得沸沸扬扬 连马斯克都来调侃两句 不少国际象棋爱好者 更是将之称为近年来国际象棋界的最大丑闻 看完以上这些作弊行为 你觉得哪个最奇葩呢 你还听过哪些离奇的作弊事件呢 欢迎来评论区留言互动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可以订阅按赞好奇指南针 下期也会为你带来更多精彩